三个占中发起人被警方以组织非法集结等罪名正式拘捕 警务处署长曾为雄说 至今已经有大约30人被捕 对于被捕人士拒绝保释 曾为雄强调并不是无条件释放 调查仍然继续 先看一下曾为雄的讲法 占领行动之后多个人应约到警署协助调查 警务处署长曾为雄说不采用上本拘捕 是考虑到占领行动已经结束 相信有关人士不会逃走 而且事案的人数多 为了方便双方所以就用预约的方式拘捕 我们定下了三个占的目标 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作为一个工作目标的 我们拘捕了这三人之后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继续的 也都不排除稍后会有更多人被拘捕的 大家留意一下如果我急救拘捕 上本就会找他们的 第二件事就是有关人士我们是警方是私下联络他的 从来也没有公开 如果我们又私下联络他又没有公开 就让我们提醒这个公关书这个指控呢 究竟是谁告诉你们他什么时候要去警署的呢 究竟是谁做书呢 这个大家很清楚了 对于被捕人士取决保释 曾慧雄说 日后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或者会再上本拘捕 当我们是被捕人士被捕之后 而是那个调查工作未完成呢 未能够即时决定究竟是否提出验控啊 或是释放上呢 这个有关安排可以让我们警方和被捕人士呢 在那个确定的日期之后 我们继续处理这个事件 那就是如果有关人士是拒绝 简直担保的时候 当不快他就是放了这个机会了 那也都我想再说呢 就是大家讲的 我当时就说是 坊间用一个是无条件释放 这个人不是最高的方法 因为是有关调查 我们继续处理这个办法 而对于接力行动机场 抽调的各警区人手协助执法 警队已经向政府申请活盘 活益 白放超时补水 希望减少警员休假 令到农历连全后的东方工作 受到怨恨 武士念自己就是一栏转栏 至于被捕的三个占中法器人 拒绝保释 其中一个法器人 戴耀廷说对于香港的法治有信心 早前到警处自首的三个占中法器人 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 应警方预约到湾仔警处 我相信香港的民主队长都会有练长的好营 几十人道长声援 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优主教、陈日均书基 我都是相信香港这个法治制度的 有足够证据去对我们提出起诉的话 我相信无论警方或者是律政司那边都会作出对我相关的决定 而最后去到法庭 我都会相信法庭是按法来做些裁决的 三个人被警方以召集合组织 煽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正式拘捕 他们拒绝保释 留留警处大约三个小时之后离开 戴耀廷说 警方向他们展示新闻报道、影片等等的资料 并查问一些文章是否他写的 戴耀廷说不排除未来会有这么多的介绍抗争合作 不过会事先和国康相讨 一起到警处预约被捕的立法会议员范国威 以召集及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被捕 亦都复补后查 警方说保留检控四个权利 无线电视记者小智报道